雅思的孩子 有先天的人际关系障碍 他们对家人难以开口说爱 自然说 我现在都假装没看见他冷酷的脸 但是我还是常常在等 在等他回头 跟我说一些 嗨 妈妈你好 爸妈不能逼孩子说 我爱你 却又巴望着 孩子能懂他们的心 雅思的孩子 家庭几乎天天上演曲折的故事 孩子 父母的心 好像一张被折的纸 抚平了 又折 这样的心境 周而复始地在生活中不断上演 雅思的孩子 通常不太喜欢和人有近距离的接触 家敏的孩子小园 透过早聊 发现可以从人的脸部 看见别人的情绪 那这样子呢 他在班上和同学互动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会靠同学太近 有的时候呢 手超过别人的桌子了 别人都很不高兴 只好一点感觉也没有 后来我们跟老师讨论 决定给他一个具体量化的规则 所以老师很可爱 但他的作业布上面写了两个位置 一 手离同学桌子最少五公分 二 头离同学桌子最少十五公分 这样的确定 很奇妙 有了这个确定 同学高中的几率真的降低了 我也曾经想要让别人知道 我是一个有在教育孩子的妈妈 所以我就会在别人的面前 很严厉的打骂他 对 然后为了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只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说 我有在教这个孩子 我有在教 他不是一个没人教的孩子这样 尽管妈妈很用心的 也很谨慎的在带小圆 但是孩子在学校时所发生的状况 让妈妈对老师感到抱歉又无奈 有一回小圆成绩被老师扣分 发了脾气 老师要安慰他并靠近他的时候 小圆身体防御的本能 造成反抗老师的情形 结果是他把老师的两只手 刷得上的累累 一直到现在 都会有很明显的疤痕 这张纸 真的好难折 好难折 其实 只要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 我其实想起来都是很感动的部分 然后就是我可以看到我孩子很可爱的部分 然后以及我现在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工作方 来跟大家分享我孩子就是那么的可爱 他很能够当下真情流露 然后他也很很有意愿 很积极的想要去表达 他的孩子的不一样 那表达这个你可以爱我吗 这个命题 请接受我们孩子不一样的特色